西藍瓶曲 一直很開心的能夠幫這檔萬眾矚目的浪漫古裝愛情大型蘭寧王 做這個主題曲 那在這個主題曲其實當然是我覺得是蠻不容易的 因為蘭寧王其實是蠻知名的一個歷史人物 是 然後而且這個名揚釋放 甚至連日本這邊呢 都有這個歷史學者 特別來他的目前就是考察 對考察 那而且呢 其實在台灣這邊 其實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 也是跟藍靈王有關 喔 什麼歌 什麼歌呢 這個 台灣這邊的朋友 應該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就是有一首 藍靈王 最近看到這隻藍靈王 喂 喂 所以 這藍靈王 要讀過這首很難耶 耳熟能響 耳熟能響 所以藍靈王其實真的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歷史上非常 可以說是傳奇的人物 又浪漫 對 然後這個 當然 這首歌呢 在那個戲曲裡面呢 對 就是入鎮曲 是非常有名的一個戲劇 所以這次用入鎮曲投名的名字 來做一個 榮耀了有一點點 就是東方的元素 是 的一個 標準歌曲 是 很棒 那希望呢 大家喜歡藍靈王的主題曲 一天為你演唱 入鎮曲 不是那一首 不是那一首 相當感人 我覺得不單單 只是就是 詞曲的部分的用心 那我覺得他 就是阿信哥 非常用心來看了我們的劇情大綱以後 填入非常世界恰當 而且又情義爭執的此次 我覺得真的很棒 那 自從小女出道的第一支MV 拜託 五月天之後呢 又相信 我相信這部作品 也會因為 五月天的 鼎力相處 而大放光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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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Å ET 當一座牆 只為了阻擋 所有自由渴望 當一本信仰 才不能抵抗 遍地漲亂七荒 藍林撩亂芒 天地裡人亡 無謂孤種殘 只怕長生香 夜未央 天未亮 我才心存大沙漿 只盼望 只想再奔向思念的臉龐 淚溫甘 行為了是什麼 一樣在滾燙 如假句 把握誤會的狂妄 如假句 只遺憾 填補著缸 詞曲 李疆彩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